香港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當全世界絕大部份的城市 國家都已經跟國際通關了 有些地方口罩都未必需要你戴 有些都未必需要你打針 香港就非常奇怪 去到今日七月 其實疫情到現在兩年多 第五波現在雖然說有些數字反彈 不過何柏良都說 其實現在再公佈數字不是有什麼意思 應該比社會恢復正常 其實類似這樣的說法都不止一次 究竟當你香港旁邊的地方 日本、南韓、新加坡、越南、泰國、印尼、大馬等等 全部通關的時候 你香港何時通呢 香港很奇怪 因為兩個關一個就跟上面通關 一個就跟國際通關 記不記得去年一堆人就說 香港是依靠著大陸 所以首先通關一定要跟上面先通關 是不少官員甚至政客都會這樣說 591年之後 說法就完全不同了 因為知道上面不刮你了 你香港的數字還是那麼高 我不跟你通 我對你沒有信心 最多是深圳過關 加多一點名額 但加多一點 說這裡又要排隊 那裡做核酸檢測 還不及 因為這裡就陽性 又沒有專程送他去隔離 搞得很麻煩 終於去到這陣子了 那些風聲完全不同了 去年那班就說 如果要通關 先跟大陸通關那些政棍呢 就已經沒有再出聲了 這陣子連星島大旗本專欄 譚耀宗都不斷放風 接下來11月就應該會跟國際通關 主要是兩個原因 第一 國際七人籃球賽 和金管局會搞大型的活動 其實有沒有這樣的活動 你要通 你一時早就可以通 你還要等到11月 現在才7月 還要等多三個多四個月 你要等多久呢 究竟香港經濟還要面對多久 這些衰落的問題 你才肯去通呢 那些紅馬 黃馬 酒店隔離 一時就說 五加二 四加三 三加四 究竟幾少落實 你勞寵 上台不久 急不及待 要表示自己又做事 又紅馬 又黃馬 那就麻煩了 做些實際的事 什麼時候跟國際通關 以前那些 不斷被人自打嘴巴 又說要先跟大陸通關 再跟國際通關那些政棍呢 麻煩你不要再出聲 大家平時都很奇怪 一時政府這樣說話 一時政府那些專家說法又不同 盧寵某最近都說了 他跟整群專家 即政府顧問專家一起開會 會統一發放信息 免得太混亂 雖然 你說要跟政府專家統一發放信息 當然還有其他專家會發表意見的 何柏良 梁智超這些不是政府專家都可以繼續說話 怎料盧寵某千算萬算 酸漏了糧粉 行政會議成員高榮文 他竟然公開唱反調 當李家超、盧寵某、孫東 接二連三舉出來 照幫紅黃馬帶出來憂慮就降溫 就說紅馬是被確診者 那些人心想 確診者要紅馬 那你再給電子手環 是否多次一舉浪費公帑呢 第二 黃馬只會給那些 坐飛機回來 在機場回來 希望可以減少酒店隔離的日子 就用黃馬來代替 餐廳、酒吧等地方就不允許 不過到現在黃馬會怎樣用呢 都未有實際定義 怎料高榮文 見你們出來澄清 不知故意反調還是怎樣 這頭李家超出來澄清 那頭盧寵某亦都說 大家要統一發放信息 不要混亂 你身為行政會議成員高榮文就說 不如這樣吧 將黃馬要擴展到 受到強檢的要黃馬 密切接觸者也要黃馬 這裡人數很大很少 尤其一天會增加十幾萬 十萬八萬 你知道污水、陽性、陽本、超標 因為李棟大廈全部要強檢 密切接觸者也就是這些人數 隨著確診者去升級 我當了 由四千多 前兩個星期張竹君盧寵某 兩個星期之後 當時差不多三千會翻倍 結果未翻倍 但都已經四千多 最近又說兩個星期之後 又會再翻倍 差不多一萬鐘 有些專家甚至說 未來幾個星期之後 都會過萬 如果我當你一萬 密切接觸者 輕測到幾萬人 餐廳食肆 多虧你高榮文不少 最近才可以吊下頸 吐下氣 前排無萬事 已經雞毛鴨血 慘過弟弟 你現在告訴我 隨時又弄黃馬 但為何高榮文的說法 和盧寵某 和李家超又不一樣呢 這位行政會議成員 是專門唱反調還是怎樣呢 他說之前 有沒有和盧寵某李家超 談過呢 你見到政府還要很混亂 這裡要統一發放信息 如果你高榮文是外面的專家 不是政府專家 不是行政會議成員 這樣也算 但他是行政會議成員 是政府的一份子 那為何都可以這麼混亂 可以這樣納亂去發放消息 講你的意見 和盧寵某就打對台 和李家超唱反調 行政會議現在都繼續禮賓惡壞 由林鄭年代已經被葉劉投訴 到現在葉劉有沒有盯緊你下面的人 高榮文可以這樣唱反調呢 可以這樣憂慮製造恐慌 那究竟紅黃馬你想沒有恐慌 沒有憂慮不要緊 你想高榮文這堆收聲不要緊 你就快點就說其實會怎樣走 講了這麼久了 講了兩個幾星期 紅馬和黃馬最後是怎樣都沒有定案 什麼時候開放國際關係 還要靠傳媒幫他吹風 我只見到李家超 帶上一群問責官員在這裡拍照 就說遲些就下區 會搞一些諮詢會 李家超說 就是被人問 民主派給意見你會不會去聽 他說就不會講背景 什麼人給意見都會聽 你看到一群的官員 是不是一次排開的 不是平時分開幾排 是好像那些組合 好像MIRROR那樣 在這裡拍唱片封面一樣 在這裡擺姿勢 這個站這個位 陳茂波站這個位 不是不規則 全部出衣服 我相信要拍這張照片 都會有時間搞 你不會說一的過 就是站位 這個有沒有眨眼 那個有沒有笑 那個姿勢有沒有閃眼 都要搞好久 你與其浪費時間 去搞一些當自己明星 好像拍唱片封面這樣的款 拍攝掙扎他這樣的款 你不如實際些 做一些實事 有些成績 不用搞那麼多花巧 那些借真鐘 你進去幫他搞公關 就是拍這些照片 或者連月食和月圓 都未分清楚 我見到現在很多話說 很多花巧 但實際上一些比較 出來有成果的東西 暫時未見到 我不用你拍那麼多照片 我不用每天在Facebook 打飛機寫那麼多東西 實際些 公關是需要 但你成績出來 有基本盤 才是最重要的 那為什麼要這麼快 和外面通關 其實都不快 是隔了很久 第一 競爭對手全部開了 你不開你就固步自封 香港經濟再繼續受苦 第二 都已經拖了很久 你還要搞多久 究竟現在是否混合免疫 都還有定案 梁柏妍就說 如果夏天你不趁著病毒 即活躍度沒有那麼高 去混合免疫 去到冬天的時候 你一爆就會更厲害 因為冬天病毒的活躍量 就更加之高 如果你現在開放 數字是會短時間之內 又會再飆升 他的意思是 你腸痛就不如短痛 但現在政府好像是兩難 怕現在爆 又會被人罵 冬天爆的時候 你只會把問題延後了 然後問題會更加之惡化 政府現在李家超 盧寵某被我見到 舉期不定 你肝臟就肝臟 在傳染病 暫時未見到盧寵某 有什麼高見 紅黃馬又搞到禁亂那些說法 接著在深圳灣口岸那些排隊 初初幾日 又是混亂了 即都未見到 一日解決一個問題 都還未出現到 在國際通關 其實你早點做 不用等到十一月 但最終是幾時都未知 因為全部這些都是傳媒放風 都沒有聽過你盧寵某李家超說 實際上是幾時 你還要想多久等多久 意思是 你還要想多久 盧寵某李家超 香港的經濟等不到 我在五位 都 scrub了 可是… 我然後也希望